就是看到广告 感觉是一种缘分的 现在回想起来 但是就觉得挺喜欢这一个团体 大家就像一个家庭一样 兄弟姐妹 另外给我印象挺深的 两位老师的水平很高 但是非常的平静 我就对这种 对他们这个评价的话 就让我在怀疑 当天我就交费了 就正式的成为朋友 这几年下来 我觉得收获挺大 自己唱歌的水平 是有很大的提高 同时也认识了很多朋友 在这个团体里面 觉得非常的开心 现在十周延期 大家都在努力的忙着 像过节一样 我觉得感觉到节日的气氛 虽然说眼熟临近 觉得也有多少少有点压力 但是是非常开心的忙碌着 下一步呢 我觉得想说几句给华一的其他团员 大家我们共勉 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 其高的速度有点太慢 这个呢跟我们平时自己下来 完全没有练习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希望下一步呢 老师还是恢复那种 每一次要找一个或者两个团队 出来独唱一下 大家多多少少有点压力 我觉得会勉励大家去主动练习 我觉得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在真正排练的时候 这两个小时 更好效率和最大水平的 发挥我们两位老师的作用 让我们提高能更快 现在祝我们华裔的十周年 庆祝演出圆满成功 今年是华裔艺术中心成为十周年 我从华裔艺术中心开始 一直参加到现在 非常的高兴 非常的开心 在杨老师和张老师的带领下 我们合唱团走到今天 辉煌胜利 在此祝大家继续开心 我想起当年进入华裔的情景 仍然历历在目 我觉得是张老师和杨老师的专业精神 深深地吸引了我 还有阿清团长那种热情友好的态度 深深地打动了我 大大小小无数次上台演出的机会 我通过这些演出的机会 增加了很多舞台的经验 感觉自己在台上 能够越来越放松 越来越自如了 自己歌唱的技巧 已经有很大的飞跃 很大的进步 在此呢 我深深感谢张老师 杨老师的心情付出 感谢我们中心组所有团员的默默付出 现在我有一点小小的建议 既然我们华裔有这么优秀的老师 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我们应该与英文的社团多一些合作 加强中西文化的交流 我相信张老师一定会有更好的主意 带领我们华裔合唱团 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新的高度 祝愿我们十周年的演出 圆满 成功 相信我们一定会有更好的表现 谢谢大家 我是华裔的新学员 在今年年初 我才在朋友的推荐下来到华裔 大家都知道 做一件事情不难 但是十年如一日 长期坚持做一件事情 就很难 华裔是在张老师 杨老师 还有老学员们的 坚持不懈的努力下 坚持了十年 辉煌了十年 我刚来的时候 一直想着是来玩一下 学学唱歌玩一下 但是来了之后 感觉华裔的张老师 杨老师 还有学员们 都非常对音乐艺术 非常的严肃认真 严格 我慢慢的也融入了 到了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 今天在值华裔十周年庆典之日 我衷心的祝福华裔 在今后的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 继续蒸蒸日上 辉煌 谢谢大家